大家好 我们上课 我们前面讨论了太阳表证 风寒表证 有汉的用桂枝而禁用麻黄 无汉的用麻黄汤而禁用桂枝汤 那么似乎有汉和无汉之间 有截然不同的 那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了 桂枝汤和麻黄汤之间 是不能够混用的 可是在临床上 我们就会遇到这么一种情况 表有寒血必欲 寒血并不重 病症的时间已经长了 淫味之气已经有所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 用桂枝汤不能够 宣散体表的寒血 用麻黄汤又怕更伤淫味之气 用桂枝也不合适 用麻黄也不合适 所以张中景就把两个方子 结合起来减小他的剂量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到的 桂枝麻黄隔半汤和桂枝二 麻黄一汤 我们打开讲印 看原文的二十三条 太阳病得至八九日 你看病程已经长了 现在的症状表现是什么呢 如虐状 发热物寒 热多寒少 虐剂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寒热焦作 一个是振发发作 那么这里的如虐状 是寒热焦作如虐状呢 还是振发发作如虐状呢 我们往下看原文就可以知道 从发热的特征来看 是发热物寒 热多寒少 热 发热物寒同时并见 发热明显 而物寒比较轻 他没说寒热焦作 那是什么如虐状呢 隔过 其人不殴 轻便欲自渴 下面有 一日二三度发 一天发作两三次 一天发作两三次 因此我们就知道 这个症候 它的特点是 发热物寒 震发发作如虐状 震发发作如虐状 一天发作两三次 那么 这是不是邪气 如少阳的表现 是不是邪气 穿阳明的表现 他下面说了两段话 说其人不殴 轻便欲自渴 其人不殴 说明邪没有入少阳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 少阳病是胆热气欲的症候 那么邪入少阳 胆火最容易犯胃 而出现 喜殴 多殴的临床表现 因此在伤害论里 常常以 殴吐的存在和不存在 来提示少阳病的存在和不存在 所以我们前面讲第四条的时候 那么说 山寒一日太阳寿之 脉若静者未不传 泼于兔若造反 脉朔及者未传也 那个泼于兔就提示 邪入少阳 我们这里的 其人不殴 就提示 这是邪气没有入少阳 没有出现少阳症候 那么底下一句话 轻便欲自渴 这个清字 是什么意思 双文解字说 测 清也 厕所在古代叫做清 那么断一权柱 那么断一材柱 清 清 古今字 双文解字说 厕所叫做清 清淡的 写双文解字柱的段语材 他说 清 清 古今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清字 可以当厕所奖 清字在当厕所奖的时候 后来就写作 有方口框的这个清 因为厕所是要加为强的呀 那么为什么可以把厕所叫做清 西汉刘西的诗名 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 而言智慧之处 异常修至 十节清也 刘西的诗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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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最脏的地方 或者说容易受到污染的地方 应当经常去打扫它 使它干净 因此就把厕所叫做清 所以直到后来 把那个马桶还叫做镜桶 你看西游记里 把马桶叫做镜桶 本来是呈很脏的排泄物的桶 它就叫做镜桶 你看中国古人在说话上 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个清在这里就是厕所 名词厕所在这里 清电一字渴的这个清 是名词活用如动词 当什么讲呢 当变排拉 清变就是排的大变 拉的大变 在沙哈论中 有清浓血 还有清血 还有清骨 你比方说下立清骨 清浓血就是变浓血 测清的清 名字活用如动词 当变排拉来讲 清浓血就是变浓血 清血就是变血 下立清骨 下就是拉 立就是吸 清就是变排 骨就是不消化的食物 下立清骨就是两个并列的动宾词组 它的意思是说 拉的是吸 拉的是不消化的食物 所以那个下立清骨的清字 不是一个形容词 不是修饰这个骨子是清晰的 而是一个名词活用如动词 当然拉的是 骨呢 不消化的食物 拉的是不消化的食物 这个有一年 我们自学考试 考山寒 名词解释 清雪 有一个学生 怎么解释的呢 说清雪 一味血清之物 他以为出题出错了 应当是血清 那么他 他怀疑是血清之物 他改完了时候 血清者血中之清晰物之也 那你说我们能给他分吗 所以清雪的清字 清冬雪的清字 都是侧清的清 名词活用如动词 当变排拉来讲 清变就是排的大变 欲字渴 这个渴又意也 可在这里 就是当合适 何以讲 那么现在这个欲字 当什么讲 欲通序 欲通序 为什么说欲通序呢 首先欲和序 在古音韵中 是同一韵部的字 同一韵部的字 就可以通假 但是必须有个前提 你得有书正 你得有书正 首先在麦经里 麦经的 王淑和写的麦经 他引用了 《山寒论》中的 内容 他引用了《山寒论》中的条文 只不过在麦经本子里头 他引用的《山寒论》的条文 是引条文 而没有引用方要组成 他引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欲作序 说轻辩欲字可 他写的是轻辩序字可 另外《旧山寒论》本身 还有一个不可发寒病 麦正病之篇 不可发寒病 不可汗 也引用 也有这段话 这段话也是欲作序 那么这两种情况 在文字训故上叫什么呢 麦经欲作序 这叫别本以建立 这叫别本以建立 其他本子有这个例子 你这是轻辩欲字可 麦经是轻辩序字可 那就是欲通序 这叫别本以建立 就同一本书 张中景的《山寒论》 在变太阳病 麦正病之上 他是做轻辩欲字可 在变不可发寒病 麦正病之篇 他做轻辩欲字可 这叫同本以护正 所以我在这里 顺便介绍一些 逊姑的一些常用的词汇 也许对大家会有些好处 这叫同本以护正 那么这两个例子 充分证明 轻辩欲字可的欲 就是轻辩序字可 也就是拉的大便 排的大便 持续着正常的 说明什么呢 这是个鉴别诊断 说明邪气没有穿阳名 说明邪气没有穿阳名 所以这里的奇人不欧 说明邪气没有穿少阳 排的大便 持续着正常的 说明邪气没有穿阳名 因此邪气仍然是在太阳 那么这种情况 如果病情继续发展 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变化 一种变化 卖微缓者为欲也 就是卖微微的游浮 因为它不是含邪臂表吗 由浮井而变得微微的缓和了 这提示了含邪退 由井变得和缓了 变得松弛柔软了 这提示了含邪退 小则平嘛 提示了含邪退 所以为欲欲也 还有一种情况 卖微而勿含者 卖微是理阳虚 微卖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 微者博也 轻取摸不到 重案就把血果给压别了 那是提示了阳气虚 鼓动无力的一种表现 脉搏的波动幅度非常弱 那么卖微是理阳虚 勿含呢 是表阳不足 温序是思 所以重景接着说 卖微而勿含者 此阴阳俱虚 这里的阴阳 不是指的阴晶阳气 阴是指的理 阳是指的表 阴阳俱虚是指的 在理的阳气和在表的阳气都虚 因为是根据前面的症状来的 卖微是理阳虚 勿含是表阳虚 所以说这是表理 阳气兜虚的表现 不可以更发汗 更下 更吐液 那就不能够再用发汗的方法 再用催吐的方法 再用卸下的方法 这是太阳病 小邪避玉日久以后的第二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可以自己好 第二种情况呢 是肾阳更加虚衰了 那就不可以用公邪的药了 第三种情况 面色翻有热色者 未欲结盈 什么叫热色呢 就是发热的脸色 也就是面色发红 面色发红 这提示了表有小寒必遇 人体阳气被遇 表有小寒必遇 人体阳气被遇 所以这是邪气汗没有解除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症状 以其不能得小汗出 因为它没有能够得到出汗 身避痒 所以身痒 也是这个方症的症状 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这个症后 临床表现 有发热物含 热多含少 一天发作两三次 这是一个症状 第二个症状是面赤 第三个症状是身痒 寒邪重则身痛 寒邪必遇得重了 寒主凝滞 寒主收饮 使肌腐的气血色质 不通则痛 使肌腐的筋脉居卵 居卵则痛 所以寒邪重则身痛 寒邪轻则身痒 寒邪轻则身痒 它没有达到疼的程度 它仍然是避遇表 但是避遇得不重 经脉气血似通肺通 经脉气血似通肺通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一种身痒的状态 这个时候 用桂枝汤不合适 因为它毕竟是没有汗 以其不能得小汗出 它没有汗 用麻黄汤 又显得发汗力量太强 它不是身疼痛 而是身痒 所以这个时候 用桂枝麻黄隔半汤 那么所谓桂枝麻黄隔半汤 如果我们严格的 按照它的剂量来看 是桂枝汤和麻黄汤 各取三分之一量 各取三分之一量 合起来喂一剂 喝起来喂一剂 煮了以后呢 再分三次吃 再分三次吃 因此呢 它的每次治疗量 仅仅仅是麻黄汤 原方量的九分之一 和桂枝汤原方量的 九分之一相合 我们按照刚才上次课 我们谈到的 汉代的度量横置 确切地折合成 今天的剂量 这个方子一次量 它用的是 到底是多少 用的桂枝是五克 勺药是八克 生姜是五克 甘草五克 麻黄五克 大枣一有三分之一枚 你看 一有三分之一枚 我们精确一点 就说它用多少 你用一枚就行了吧 杏仁七十个 那不是七十个 这个杏仁二十四个 两克 因为它是 它是分了三次吃嘛 它是分了三次吃 杏仁两克 你看这个方子的药量 是不是很小 所以一看 金方药量一两来计 认为都很大 它实际的一次治疗量 你看桂麻隔半汤 一次治疗量 就是这么小 当时重经 就是用了这么小的计量 来发散载表的含鞋 同时又有调和盈味的作用 好 我们接着看第二十五条 福贵之汤 大汗出 卖宏大者 与贵之汤如前法 若形似略 一日再发者 汗出必解 疑贵之二 麻黄一汤 这一条的前半段 它所讲的 是福贵之汤以后的 一种特别情况 那么福贵之汤 出了汗了 为什么还要用桂枝汤 再用桂枝汤呢 主要是出了汗了 结期没有解除 因为要求汗出 折折 微似有汗者一家 不可令乳水流离 并必不出 现在你的大汗出 就是令乳水流离 正气先伤 正气先伤 所以呢 它并且没有解除 那么这个卖宏大 为什么不说 它是礼热呢 因为它没有半件 可预银水 所以以后我们再讲 第26条的时候 就会提到 福贵之汤大汗出 卖宏大 大凡可不结者 白虎家人参汤主之 如果只有卖宏大 而不见大凡可的话 这是在用解表 发汗药的时候 鼓动了人体的气血 所以卖一时出现了 宏大的现象 用发汗接表药 特别是新温的接表药 吃完了之后 鼓动了人体的气血 卖一时的出现了宏大 只要它不见口渴 那就是邪气还在太阳 没有入阳明 入阳明的特点 就是要见到口渴 所以既然如此 邪气还没有解除 当然还用硅脂汤 像以前那样 和热粥盖被子保温发汗 这叫福贵质汤如前方 所以这段话 作为一个鉴别诊断的话 出现麦宏大 什么情况用白虎加人参汤 什么情况可以继续用贵质汤 主要看看它有没有口渴的这个症状 后面这句话 说福贵质汤大汗出以后 若形词虐一日再发 这个形词虐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不是寒热交作形词虐 而是像前面那样 发热物寒热多寒少 一天震发发作形词虐 那么这个是发作几次呢 一日再发 只是发作两次 只是发作两次 那提示了再表达寒些 更轻一些 这个症后 和刚才我们讲的 贵质麻黄割半汤症一样 也应当有面痴和身痒 症状是23条和25条 症状是一样的 都有发热物寒热多寒少 都有面痴身痒 这三个症状完全一样 都是寒邪臂表 不同的是 第23条是一天发作两三次 而第25条只是一天发作两次 那么提示了邪气更轻微 所以在用方的时候 就用贵质二麻黄一汤 麻黄汤的剂量再小一些 贵质汤的剂量稍稍大一些 那么实际上 我们分析它的这个方要组成 是用了贵质汤原量的十二分之五 麻黄汤原量的九分之二 贵质汤原量的十二分之五 麻黄汤原量的九分之二 这样合起来的话 就是二比一的比例 这就叫贵质二麻黄一汤 它发汗的力量就更弱一些 那么这两张方子 我们今天在临床上 常常用于治疗 一些过敏性疾病 因为它的主症中有身痒 莫名其妙的一天发作那么一两次 烘热 身痒 过敏 这是经常用到的 治疗感冒 治疗外感病 用的机会并不是太多 在文字上的区别 这两个方症的临床症状完全一样 面痴 身痒 发热 误寒 热多寒少 所不同的就是一天发作两三次的是贵麻隔半汤症 一天只发作两次的是贵二麻一汤症 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因为它发汗力量很小 后世一家把它叫做小汉方 我觉得这两个方子 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 麻黄汤贵质汤 一个用于有汉 一个用于无汉 两者似乎界限分明 不可混淆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两个方子又可以统一起来 合在一起用 这就叫合方 合方治疑难 你说这个病有小寒必育 可是因为支气油不足 单用硅脂汤 单用麻黄汤都不行 合起来就能解决这个疑难 你把剂量减少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思路跟我们 在临床用方的时候 那是有很多启发的 我们在前面讲到 大青龙汤的实行证 它是治疗外油表寒内油 阳育化热 预热扰心 不悍出而烦躁 可是我们在讲大青龙汤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吧 它用了麻黄量 是山寒论中所有的方济中的麻黄量最多的 它的发寒力量非常强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病人是 表有小寒必育而不是严重的寒邪 在里又有阳育化热 这个阳育化热出现的热扰心神的症状 又不是特别严重 就是大青龙汤 适应症的轻症 这个时候 你说再用大青龙汤 显然是过头的 张仲敬同样 给我们想了一个方子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 贵制二 约比一汤 看原文 27条 太阳病发热物寒 热多寒少 在这里画一个句号 脉微弱者 此物羊也不可发汗 在这里也画个句号 疑贵制二 约比一汤 实际上这个条文 应当这样来读 太阳病发热物寒 热多寒少 贵制二 约比一汤 中间加了一个注解 如果是脉微弱的话 这是阳气虚衰 不可以发汗 意思就是这样 那么太阳病发热物 含热多寒少 我们用贵制麻黄隔半汤 贵制二 麻黄一汤 不就是可以了吗 为什么要用贵制二 约比一汤呢 我们以方测证 贵制二约比一汤 是贵制汤和约比汤的合方 贵制汤有解气驱风的作用 约比汤它有清理热发散风水的作用 清理热发散风水的作用 这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合起来 它就有节表 清热 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个方症应当有心烦 应当有小寒臂表 阳玉化热 玉热扰心的心烦 只不过这个寒血臂表并不重 热扰心神的症状也不重 在表呢 它有发热物含热多寒少 不是持续存在 也应当是一天发作 一两次 两三次 同时也应当有身养 也应当有面赤 贵制二约比一汤症 小寒臂表的这些症状全存在 放入物含热多寒少 一天或者发作两三次 或者发作两次 这些症状应当存在 而且也有面赤身养 在里有心烦 你凭什么说他有心烦呢 一方面我们以方测证 方中用到了施膏 来清热除烦 最主要的是 第27条原文 它谈到了和少阴病的间别 买微弱者 此物养也不可怕 为什么要提出和少阴病的间别 就是因为少阴病 真阳衰微 若阳勉强和阴寒相争 争而不胜的时候 有肢体躁动不宁 有肢体躁动不宁 在这里提出和少阴病相间别 少阴病有躁动 显然是桂枝尔月比一汤 适应症有心烦 因烦而躁 它会有烦躁 我们在讲大青龙汤 适应症的时候 第38条要和少阴病相间别 第39条还是要和少阴病相间别 现在讲桂枝尔月比一汤 还是要和少阴病相间别 这就提示了阳圣则烦造成的烦躁 一定要和阴圣则烦造成的造烦 要区别开 所以当我们读第27条的时候 它的适应正中 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了烦躁 因为它提出和少阴阳衰正相区别 言外之意 这个正后是有烦躁的 这个桂枝尔月比一汤是大青龙汤 这张方子的清记 可以看成是截表清理的一个很好的一张方子 所以后世一家认为 说伤害论中不是没有治疗 这个温热邪气在表的方气 说是应当有的 说新良清洁的方子 桂枝尔月比一汤可以算一个 甚至把大青龙汤也可以看成是截表清理的 可以用于温命的一张方子 当然这个观点有许多一家不同意了 但是桂枝尔月比一汤 那么把它当作一个新良清洁的方子 我想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么到此为止 我们就把太阳表正部分全部看完了 那么我们前面归纳了 就是中风一类的 伤害一类的正后 我想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就不再总结 我们刚刚讲过的三个小汉方 我想也不再进行重新归纳了 太阳本正分经正和辅正两大类 那么当太阳表现不解 邪气寻经入辅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出现太阳的辅正 辅正呢 又可以分气分和血分两大类 那么气分不利的就叫太阳虚水症 血分不合的叫太阳虚血症 只不过我们的五版教材 把太阳辅正虚水和虚血 编入了太阳辩正范畴 所以我今天把它当作太阳本正 提前来学习它 我们现在打开讲义六十五页 看原文的七十一条 太阳病发汗后 大汗出胃中肝 烦躁不得眠 欲得淫水者稍稍欲引之 令胃气和则欲 若迈腐小编不利 微热消克者503组织 这一条它的目的本来是讲太阳虚水症的政治的 但是太阳虚水症有一个主症是口渴 所以它在这一条的前半条 首先提出了胃中筋液不足的口渴 来和太阳虚水症的口渴相鉴别 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 这就容易伤筋液 那么是伤哪个脏腑的筋液 这主要和人体的素体体质有关 如果素体是胃阴虚的 它就容易更伤胃家的筋液 如果素体是肺阴虚的 那就容易更伤肺的筋液 对于这一条来说 出现了胃中肝 就是胃中筋液不足 胃中阴液不足 就会导致虚火内生 虚火上扰 就会出现烦躁不得眠 对于一个人体来说 内有所缺 比外有所求 体内缺少什么 它就要在外界索取什么 这叫内有所缺 比外有所求 其实好多动物也是这样 内有所缺 比外有所求 那么筋液不足了 缺水了 它就要喝水 肚子饿了 缺少能量了 它就要吃饭 这是动物的一个生存的本能 这个有一个朋友 在药房工作 他说黄老师 我们药房这个清香子 你无论放到什么地方 这个老鼠都会给你偷吃了 我放到一个蜜蜂的 大木头盒子里 我想这次不会偷吃了吧 没想到他居然把盒子给咬 咬一个大窟窿去吃这个清香子 说清香子有什么作用 它是搞药的 它不知道这个药里作用 我说清香子有明目的作用 那个老鼠经常夜里活动 它觉得夜里这个视力差 所以它就吃你的清香子 实际上 这个动物 它的许多本能 比我们人还要高明一些 在热带雨林的这个猴子 得了瘧疾以后 你说得了瘧疾以后 它也是一只冷一只热 也是很痛苦的 冷起来只打哆嗦 没有人给它去治疗 野生的猴子 它自己爬到那个金鸡那树上 啃那个树皮吃 吃上一段时间以后 它不冷不热了 人类从金鸡那树的树皮中 提取出奎宁来治疗瘧疾 也不就是一百多年吗 在非洲丛林中的大象 有一群外国人 有记者 有医生 有动物学家 就观察这群大象的生活 他们发现有一头母象怀孕了 他们就天天跟着这个母象 反正母象每天走的路也不多 也不少 差不多都是五公里 吃的植物都是固定的 说这大象的食物才单调的 他就跟着跟着 每天都跟着 有一天发现这个大象离群 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一梁二十八公里 走到一个小棺边上 发现一棵树 然后就把这个树的叶子全吃了 然后这个象就慢慢慢慢地回来了 这几个人很奇怪 说这个大象吃的什么东西 就采了个被大象吃的几乎吃 把叶子吃光了 剩的一个残的枝子 那么做一个标本拿回来了 想遇到当地的土族居民的时候 问问这到底是什么植物 从来没见过大象吃这个 没想到第二天 这个大象生了个胖胖的小象 后来他们拿这个小树枝的 就去找当地的居民 还没开口的当地的居民就说 先生你要生孩子吗 这个人很奇怪 说你怎么会要说我生孩子 说你要不生孩子的话 你为什么书包里插这个 催生树的树枝子呀 说这叫催生树的树枝 催生树吗 说是啊 我们这里的人在生小孩之前 都要用这个树的树叶子来 煮水喝 说这个东西可以促进子宫收缩 是小孩生的顺利 哎呀 这个记者们才真奇怪 我说这头母象怎么走那么远 就找了这么一棵树来吃 原来他觉得他第二天要生小孩了 他可能想到了 不是他想到 他可能本能的感觉 他的子宫收缩可能没有力量 所以他在自然界寻找这种 能够促进子宫收缩的植物的叶子来吃 在南美洲的森林里生长的大猩猩 生活的大猩猩 这个美国的医生们呢 给这大猩猩啊 给他麻醉枪麻醉了之后 把他抓起来 给他脖子上带上相圈 然后这个相圈呢 可以测大猩猩的体温啊 呼吸啊 脉搏呀 心率啊 等等的 哎 他发现有的大猩猩发烧呀 呼吸急促 拿那个望远镜远着的看 甚至那个声音传过来 还听到他的咳嗽 和喘的声音 他就怀疑大猩猩 得了肺炎了 哎 得了肺炎的大猩猩 就在森林里找一种 他平常不作为食物的 这个树的叶子 那个把那叶子撸下来 挑那个 还拿那个手挑 挑那个不老的也不嫩的 老的叶子也扔了 嫩的叶子也扔了 不老不嫩的 就放到嘴里头 不嚼 咕咚咕咚咚就咽下去了 过上一两个星期 发回来的信息 烧退了 呼吸平稳了 那么当然就很奇怪了 这什么叶子 回去拿回实验室里就研究 发现这个东西 有很好的抗菌作用 进一步研究它的成分 然后研究它的结构 然后合成新药 这就是在市场流行 这就是那个 已经投放市场 这是硫氨红低霉素 就是靠大猩猩发现的 这就是硫氨红低霉素 所以美国的医生说 我们现在应该按照 根据动物的习性 来寻找新的药 这个还有一些动物 一种自我治疗的本能 里面有一种水鸟 它的腿太长了 如果它站的地方 这个周围的环境很糟杂 突然来一个东西 要追它的话 它要突然跑 这这腿很容易骨折 骨折了怎么办 一条腿骨折了 它用那一条腿 单腿跳到河边 这种水鸟就在河边生活嘛 然后它从那个河边的 那个湿泥 再弄上一些杂草 拌起来 然后用那个 很硬的那个嘴 把那个骨折的那个腿 给对合起来 然后外边糊上一层 缠有草的这个泥 然后它就 这个就不再下水了 然后慢慢慢慢 这个缠上草的这个泥 干燥之后 整整地打了一个石膏 就把这个腿固定了 过上一些日子之后 它大概觉得长好了 又到那水里头一泡 这个石膏就自个脱落了 哎 腿好了 你看 比我们人类打石膏 你说这些动物 这些知识跟谁学的 没有学 一是一种本能 所以我们人体 现在遗留下来的本能 渴了知道喝水 饿了知道吃饭 到了一定的年龄 知道交朋友搞对象 可是我们人类 这也是从动物进化来的 在远古的时候 我们人类 作为人类来说 许多接近于动物的 那种本能功能 还是明显存在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 觉得哎呀 我这儿不舒服 他就不会再去吃 正常的饮食 他就可能到森林中 或者到原野上 去寻找那些 他自己感觉到 这个可能会调整 我健康失调的 这种植物 这种动物来吃 所以我想 这可能就是药物的最早最早的起源 当然我们人类是更聪明的了 我们人类有大脑 有大脑皮层 会思维会思考 把这些积累起来的经验 那么会告诉别人 会用文字记载下来 以后呢 由单位植物 单位药的应用 翻展到复方的应用 这就是更高档的了 所以中医的最早最早的起源 我说和人类的 和远古人类的 这种本能功能有关 而我们在动物身上 今天也看到了这个影子 这是我们插的一段话 所以现在 我们再看七十一条 胃中肝烦躁不得眠 欲得饮水 那么胃中经验不足 人的本能他就要想喝水 这个时候喝水 重点采取了饮水疗法 稍稍于饮制 什么叫稍稍于饮制 稍稍就是渐渐的 慢慢的 每次给他喝少量的温水 千万不要一次 给他喝大量的冷饮 为什么 因为胃中经验不足的时候 整个胃的机能也低下 你如果一次喝大量的冷饮 他就会导致伤水 就会导致水停中焦 水停未完 所以不可以一次 给他喝大量的冷水 你看农村在养 在养牲口的时候 牵着骡子 牵着马 牵着牛 上帝干活去了 走之前呢 总要从那个井水里头 拿一个桶 打起一桶水 晒上半天 等这个罗马回来之后 喝这个温水 如果有时候没有晒的话 这罗马回来又热又渴 那么喝水的时候呢 这个农民常常往这个水面上 撒上一层小麦皮 就是那个肤子 让这个驴和马呢 喝的时候 一边吹着一边喝 不能喝得太快 喝得太快了 农村的人都知道 会伤水 所以我们这里的饮水疗法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也是 对一个胃中经验不足的这种病人 你给他让他喝水的时候 千万不要让他喝大量的冰水 大量的冷饮 我们现在有许多中学生 有时候去找我看病 常常是胃的毛病 我说小小孩胃的机能一当很好 为什么闹这个毛病呢 一放学渴 到冰箱里 抓来冷饮 咕噜咕噜一瓶灌下去了 这是最伤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讲这条 之所以用了这么多话 讲到了人的本能的欲望 内有所缺 必外有所求 讲到了饮水疗法 张中景提倡的 稍稍于饮之 就是特别强调 在胃阴不足 胃中经验缺乏的时候 这个饮水的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所以令胃气合则欲 胃中的经验恢复了 那么胃气就调和了 当然这个病 如果胃中筋也比较 缺乏比较严重 胃也有热的话 你当然也可以用 轻微热 生胃筋的一些方剂来治疗 那么下面讲到的 若脉伏小便不利 微热消壳者五零散组织 这才是太阳蓄水症的 主症和质吧 那么这个脉伏是外有表写 外有表写 正气抗血一表 气血浮顺于外 所以它有脉伏 那么这个小便不利 从症状上来说 不是尿道色痛 不是小便点滴不畅 而是尿少 它就是尿少 它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血入膀胱 膀胱气化不利的表现 血入膀胱 膀胱气化不利 是太阳表症 血气寻精入膀胱 膀胱气化不利 排除废水的功能 发生了障碍 排除废水的功能 发生了障碍 所以出现了小便不利 小便少 就是尿少 微热是表现未解 消咳 这里所说的消咳 是指的口咳多饮 饮不解咳的症状 口咳多饮 饮不解咳 消耗了大量的水 口咳还不能够缓解 所以把它叫做消咳 后世有一个消咳病 我们今天总统的说 它是指糖尿病 严格的说 消咳病呢 除了糖尿病以外 尿崩症也可以归属于 消咳病的范畴 神经性多饮多尿症 也可以归属于 消咳病的范畴 所以消咳病的范围 比较广泛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消咳 它是一个症状 这个症状的特征是 口咳多饮 饮不解咳 消耗了大量的水 而口咳仍然不解 是指的这么一个症状 那么这个症状的病基 在这里是什么呢 它是膀胱气化不利 今夜不能化生 今夜不能疏不上乘 膀胱气化不利 今夜不能化生 同时今夜不能疏不上乘 今夜不能疏不上乘 这就是我们回忆起 我们在讲太阴 概说的时候 讲到膀胱功能的时候 我们谈到膀胱有 撕气化的作用 那么膀胱撕气化 它主要表现在 在生理功能上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 渗阳的温序作用下 通过气化 化生太阳的阳气 这个阳气 通过三胶和太阳膀胱脏 向体表输部 输部到体表以后 起到温阳体表 管理焊空开合 调节体温和防御外邪的作用 所以体表的阳气 是太阳所腹部的 是太阳所主管的 所以我们说太阳主表 那么外来的风寒气气 上了太阳的表扬 我们把它叫做太阳病 确切地说 把它叫做太阳表证 前面这一段 我们把太阳表证的证后 都已经讲完了 现在我们讲到了 太阳膀胱腹的 气化功能的第二个方面 一个是排除废水 一个是化生金叶 使金叶输不上乘 而膀胱腹症 太阳蓄水症 正是膀胱的气化机能失丝 在水液代谢方面 失调的一组症后 小便不利是膀胱气化失丝 废水排除 发生了障碍的表现 消壳是膀胱气化失丝 金叶不能化生 金叶不能输不上乘的一种表现 治疗用五零散 外输内力表里了解 外输是书表写 书解表写 外输内力表里了解 看这个方子大家是非常熟悉的 珠灵十八珠 择械一梁六珠 白竹十八珠 富灵十八珠 贵枝半梁 半梁是多少 半梁是十二珠 从计量比例来看 这个择械一梁六珠 就是我们都把它换算成珠 就是三十珠 就是三十珠 所以择械量最大是三十 那么珠灵是十八 白竹是十八 富灵是十八 贵枝是十二 所以择械量最多 贵枝量最小 其他三个要 计量居中 上五位倒为散 以白饮 白是什么 你查周里 他有注 说道曰白 在汉代人们一说白 在一般情况下 就是指的道米 白饮就是道米汤 就是道米汤 就是实际上 我们做米饭的时候 大的食堂 他做米饭 是先把大米放在锅里煮一煮 煮到七成熟还是六成熟的时候 把这大米捞出来 放到笼体上再蒸 这种米是比较松散的 然后在卖饭的时候非常好款 大的食堂都这么做 我们家里当然不这么做了 所以把大米煮到七八成熟之后 往处一捞 剩的这个米汤就叫白米汤 这就叫白饮 那么我们今天实际上就用白米粥的那个清汤就可以了 用白饮和服方寸笔 所谓方寸笔我们刚才说过了 是边长一寸的正方形的小药勺 这个药勺是平的 边长一寸的一个正方形的小药勺 它没有深度 它就是个平的 这个是一寸 一寸是2.3厘米 取这个五菱散 取起来之后换一换不再掉了 就这么多 这个五菱散为什么要用白饮和服 有的住家说 为了保卫器和柜质汤方厚和热粥的意义是一样的 实际上这么一点米汤 你说能有能保多少胃气啊 实际主要的目的是在于把这个干燥的药散调成糊状以后 便于吞服 大家要不信的话 比如说这个干燥的药散 你放到嘴里头 在那杯子喝 在那杯子喝水你送不下去 你比如说拿药散 你回去拿奶粉 你放到嘴里头 然后你拿杯子去送一送看一看 所以这种干燥的散剂 直接放到嘴里头 是很难拿水充服的 只有挑成糊状才便于吞烟 因此说这里用白饮和服方寸笔 主要的目的是便于吞烟 一天吃三次 你看日三伏一天吃三次 多饮暖水汗出浴 吃了五零散以后要多喝一些热水 五零散既有发汗的作用 也有利尿的效果 所以外输内力表里良解 如法将吸 像归之汤方后所说的那样来调养 这个五零散这张方子 在临床上是一个促进膀胱气化 利尿的一个很好的方子 那么我们也是经常用的 五零散方症 下面还有若干条纹 我们没有谈完 等谈完以后 我们再给这个方症做小节 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课 中文字幕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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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